台中市政府宣布考量教育延续性和完整性 台中市立国中小幼儿园及特教班 代理教师可享有一年完整的聘期 也就是从111学年度第六学期 聘期可以延到7月31日 来衔接112学年度完整的聘期 预计将有2400多名代理教师适用 对此学校表示乐见其成 认为对师资稳定有帮助 台中市政府宣布 几日起市立国中小幼儿园及特教班 代理教师可享有一年的完整聘期 也就是从111学年度第二学期 聘期可延到7月31日 来衔接112学年度完整聘期 预计将有2400多名代理教师适用 我们教过去代理教师 那他跟正式的教师不一样 那他用劳工的身份 那么也因此呢 他就是要一年大概他代课期间才有薪资 可是我们知道 孩子们的学习是中年不断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大家都希望把代课老师的薪资 改成全年聘请 全年聘请全年发放 台中市总共预计 带有2438位老师 所需的经费是2.2亿 我们会先从学校的人事费 乡下支付 如果学校的人事费 不足以支付的话 我们会用教育局的待遇 准备进来支付 根据统计教育局每年将增加 约2亿2千万元的支出 而一所学校教师总人数 有8%到10为代理教师来控管原额 对此学校也乐见其成表示 有助于教学品质和师资稳定 考量各县市财政能力不同部分县市可能实施困难 造成代理教师聘其一国多制 市长卢秀燕也呼吁中央修法让全国一致化 给予各县市公平的补助经费 记者杨宗桓张伟林台中采访报导 第四位 剑法 人工 兰